马可福音第八章 那时,又有许多人聚集,并没有什么吃的。 耶稣叫门徒来,说 我怜悯着众人,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,也没有吃的了。 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,就避在路上困乏,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。 门徒回答说 在这野地,从哪里能得饼,叫这些人吃饱呢?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有多少饼? 他们说 七个 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,就拿着这七个饼注谢了,掰开递给门徒,叫他们摆开。 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。 又有几条小鱼,耶稣注了福,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。 众人都吃,并且吃饱了,收拾剩下的零碎,有七筐子,人数约有四千。 耶稣打发他们走了,随即同门徒上船,来到大马努他境内。 法利塞人出来盘问耶稣,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,想要试探他。 耶稣心里深深地叹息,说:「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?我实在告诉你们,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。」 他就离开他们,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。 门徒忘了带饼,在船上除了一个饼,没有别的食物。 耶稣嘱咐他们说:「你们要谨慎,防备法利塞人的教和西律的教。」 他们彼此议论,说: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?」 耶稣看出来,就说:「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?你们还不醒悟,还不明白吗?你们的心还是鱼丸吗? 你们有眼睛,看不见吗?有耳朵,听不见吗?也不记得吗?我掰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。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?」 他们说:「十二个。」 又掰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。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? 他们说:「七个。」 耶稣说:「你们还是不明白吗?」 他们来到伯塞大,有人带一个瞎子来,求耶稣摸他。 耶稣拉着瞎子的手,领他到村外,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,按手在他身上,问他说:「你看见什么了?」 耶稣说:「他就抬头一看,说:「我看见人了,他们好像树木,并且行走。」 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,他定睛一看,就复了缘,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 耶稣打发他回家,说:「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。」 耶稣和门徒出去,往凯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,在路上问门徒说:「神说我是谁。」 他们说: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,有人说是以利亚,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。」 又问他们说:「你们说我是谁。」 彼得回答说:「你是基督。」 耶稣就禁接他们,不要告诉人,从此他教训他们说: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,被长老,祭司长和文士弃绝,并且被杀,过三天复活。」 耶稣明明地说:「耶稣明明地说这话,彼得就拉着他劝他。」 耶稣转过来,看着门徒,就责备彼得说:「撒旦,退我后边去吧,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,只体贴人的意思。」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,对他们说:「若有人要跟从我,就当舍己。」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,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,必丧掉生命,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,必救了生命。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,赔上自己的生命,有什么益处呢?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? 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,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,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,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,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 任何議案 在这 форм米 我刚才你先和他一組事件试试试试试试.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